末代基策8号登场 而台南市呢有这么一名考生非常特殊 他全程得要站着考 因为他罹患的是肌肉骨化症 也就是俗称的珊瑚人 等于呢就全身的肌肉僵硬不良于行 但是他还是咬着牙硬撑下去 那么下课时间奶奶也很心疼的 冲进考场帮他擦汗鼓励 一想到孙女拼命读书考试的模样 奶奶也不舍得红了眼眶 被奶奶抱下车放上轮椅 国三的刘之鱼只能半躺在轮椅上 动也不能动 因为罹患肌肉骨化症 全身肌肉钙化变硬 不能走也不能坐 不过他依然来到考场参加末代基策 而且全程只能站着考试 国三下以后基本就是整天都站着上课 所以他上课其实非常辛苦的 有没有信心考试 有 被推进考场扶起来站在桌子前面 至于全身90%的肌肉都已经盖化 但他爱念书也有理想要考上喜欢的广告设计科 不怕辛苦在考场内 他不能坐只能靠在高脚椅上咬牙硬撑 奶奶心疼的红了眼眶 辛苦我还不算什么 唯一我舍不得的是他 一辈子我最放不下就是他 肌肉骨化症又成山湖人或石头人 全身肌肉跟软骨关节逐渐盖化 至于全身只剩手指跟脸上部分肌肉可以动 还是要全力一搏 为了这场末代鸡测 全台考生拼命 家长比考生还要紧张 山峰递茶水 可以补脑洗脑的凉茶 通通搬到考场 先考上一下可以讲吗 这个是人生区家会员 对 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 他说考生的话 头脑会比较清楚 明年重考更难 由于是末代鸡测 要是考不好 下一次全面改制 就得从头再来 家长紧张 考生压力超大 三年苦读就位 这一刻 真是台南台北 最后报道 下一次全面改制 是末代鸡测